今天过来看一下这个小区 以前经常往这里过后 我还不知道这叫什么名字 原来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西班牙社区 就在中天二路和快到苏坑一大道的地方 好像有一种读法叫Espania 西班牙我们一般就叫Spin 但是这是它另外一个名字吧 门口这一段的中天二路 可以说是巴提亚的迎宾路那种感觉 你看非常漂亮 路也很宽 两边的树绿化也不错 随系公寓 这个大门还是很气派的 看一下那个水里 西班牙逗留寺 这里还有一艘大船 泳池挺大的 泳池占的面积挺大的 怪不得以前真是卖的挺贵的 这是一个中国朋友的房子 他当时两年多前在开发商手里面 买成260万台铸 现在200万才不卖 所以这是一个简陋房的故事 同时也是一个悲惨的投资的故事 对于买家来说 这是一个简陋的一个机会 但是对于卖家来说 这就是一个非常的投资失败的一个经历 经典案例 你想260万买的 现在200万卖 相当于基本上打了一个七折 但是它是两年前买的 那个时候泰铸是最高的时候 大概4.3左右 现在是5.3 那个汇率又亏了20%多 再加上它还要再另外付中间费 还有交易的税费加起来 应该是超过50%了吧 亏损超过50% 至少就是腰斩的一个价格 所以投资房产风险很大的 也不说以前中文有种观念 好像不是房产 基本上都是亏不了啊 实际上那个亏损真的是挺吓人的 来看的这个是水洞 这个应该算是水系公寓的里面的高档小区了 整个外观啊 还有它的水井的打造啊 这种确实很漂亮 你看这是它一楼的房子 可以直接进泳池 看这户心挺大的 一楼那个 你看客厅的开间很大 有点像到了那个澳门 澳门的那个赌场哈 威力士人的感觉 除了那个是意大利风格 但是好像跟西班牙也有点差不多 西班牙就是那种色彩的搭配 好像更绚丽多彩的感觉 他到西洞还要穿过这个 这个是低洞还是怎么样 你看它那个阳台 它是封闭式的阳台 一楼 做了一个玻璃房 还有一个大炮 这又是何方神圣 它在下面应该刻点字 这种一定带着那种穆斯林的那种色彩 因为西班牙长期被伊斯兰殖民 比伊斯兰征服了几百年 所以它的文化里面应该是带有伊斯兰的痕迹 整个它做成了一个船的形状 其实是一个中间的休息的一个平台 你看那个电梯挺高档的 用了通力可以坐十个人的电梯 我们是在二楼 楼道也比较宽敞 下面还是大理石的铺的路面 它这个都像酒店一样 你看里面住的人的话 它这个就会掉的 还有门铃那些 这是一个大概三十五三十六个平方的套一吧 一天都没住过人 这位朋友买了两年多 亏了一半不说 一天都没住过 这些全部都是配好的微波炉冰箱 这些东西都是全新的 没用过 这是配电箱 这上面还有很大的储物空间 这个风皮都没扯过 这是客厅 客厅有一个外面带一个阳台 这边是一个厨房 洗菜盆 两个炉头的电磁炉 车油烟机 这个是有烟道的 这边是个厨柜 都是全新的 然后它还有这种可以放各种餐具 不错不错 应该就是从来就没就没下过水的感觉 这里有个餐桌 两张椅子 这里还有一个这种这种吊灯 我觉得这里摆个钢琴好像挺合适的 这个地方 有一个夜店像那种壁炉式的那种电视柜 配了一个小的电视 空调 空调还是用的大金 开发商配的东西还是不错 这里有一个沙发 非常干净 给人家盖好 它这个推拉门做的也是很有特色 有点那种百叶窗的感觉 阳台 这里两台大金的空调 哦 这个下面 这个下面还可以放东西 储物 阳台不算大 因为阳台也是算全面积的吧 楼下就是泳池 因为这个是二楼 你看它一楼的房子 就直接有还有下水的那种设计 那种扶梯 这里就是靠着路边上了 这下面有停车场 因为它是在二楼 前面也是没有遮挡 看出来是 感觉那个视野还是挺宽阔的 对面那个就是Metro 那个是冬天龙皮林 这个是Reflexion 就是八条南面的豪宅 这里到海边应该也很近了 走过去估计就是几百米 看一下卧室 它是急速间是在卧室里面 这里它墙上那个装电视的地方 都应该放好了 这里可以再放一个电视 整个房间还有这种叫什么 这种装饰 像罗马住的那种装饰 然后上面有灯 窗户外面的风景 这里一张大床 这个应该是一个一米八的大床 我觉得它的洗手间的设计非常有特色 你看它是这个马桶跟洗澡的 还有淋浴盘完全分开的 这样的话大家离家人就是互相不干扰 你如果是一个洗手间一个门的话 就是很很 有时候早上起来比较忙的时候 我就是深有体会 早上起来 你说你要上厕所 然后就不好在旁边再洗漱了 就是比较麻烦 这里还有很大的放东西的地方 甚至能挂衣服在这里 因为它这里刚好是一个凹进去的 挂衣服也不会洗澡的时候把它见湿 还是不错的 那设计还是挺讲究的 好 这里还有一个衣柜 相对于这个空间 感觉就有点像是一个衣帽间的那种感觉 这种设计真的还不错 房子大概就是这样子 全新的一个房子 全新的 一天都没住个人 整个小区在水系工艺里面算是比较高档了 再看一下这个水景 它围着整个小区 那一圈全是泳池 全是水景 它的健身房是在三楼 在这个建筑的三楼 贵守的三楼上面 还是看一下健身房吧 叫他们的物业人员 待会看一下健身房 OK 总共有五层 天空花园 多用途会议厅 健身房 土耳其玉 桑那 图书馆物业 梦幻大厅 电影室 登坊 哦 世界 goo 健身房 健身房看得很高档 哎 呵呵呵 哦 桑拿 桑拿汉珍 哇 好热 哇 那桑拿 桑拿 都是免费的 桑拿汉珍 这是汉珍 哦 土耳其玉 哇 挺不错的 没事在这里 泡一泡 这是五楼的 空中花园 哦 嗯 哦 诶 它这里还有 拳击室啊 哦 不错不错 这个也太时候我了吧 还有拳套 这太时候我了 要不然我把它拿下上来 这上面 太棒了 这个地方 来这种 它的配置真的是很良心啊 很良心 这边有啥 这边应该是没啥 好 好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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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